白米上涨 肌肉降价 是时候在家开火做饭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真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大麻统计局公布今天的通胀数据 我国11月的通胀水平爆1.5% 涨幅比较显著的包括餐饮 食物 保健 水电等 食物领域内涨幅最大的当属米架 面包和其他谷物主食涨了3.1% 其次则是牛奶 鸡蛋 蔬果类食品 不过由于杯葛事件加剧炸鸡 居然也是涨价的单项食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的陆地肉类 包括鸡肉 牛肉 猪肉 羊肉等 却在11月降价了 当前鸡肉价爆每公斤90.96元 比去年同期的10.36元来得更低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大马竞争委员会MYCC在2022年揭露 PPB集团 龙和国际 马面粉等5家 养鸡厂以及饲料公司 在2020年初至2022年中期间 违反竞争协议 合谋提高饲料价格 一共被重罚超过4亿令吉 当中龙和国际子公司就被罚款 1亿5700万令吉 1.51令吉对于龙和国际而言 是个什么概念呢 该公司在上一季也才净赚1.331令吉 罚款可是让该集团一个季度的奴隶打了水漂 不过遭遇如此的变故后 这些公司的股价却没有大幅波动 再看下一次新闻 台湾作家龙印台说 父母子女一场意味着今生今世将目送 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不过在百物腾长的今天 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彭博报道 在美国诞生许多坑老族 许多父母在子女大学毕业后 还会长时间资助他们 美国将近一半的年轻人和家人同住 甚至还需要父母支援房租 账单和日常开支 甚至透支积蓄延迟退休 可是如此不计成本的资助孩子 会带来回报吗 资本情报公司却表示 将近三分之二的父母愿意牺牲一些经济保障 来帮助孩子 社会越发进步 可不变的依然是父母的爱 先进入一段股市快报 结束后继续为大家跟进三只股项 有的是海鸥控股 Mynews控股和勇往信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鸥控股2024财政年第一季核心净利为470万令吉 低过预期 只达达证券投行预测的31% 行家表示 由于经济状况持续面对挑战 消费者信心下滑 倾向减少不必要的开销 因此多层营销部门营收走软 不过估计在2024财政年下半年会转好 行家认为 在季节销售的刺激下 零售部门同样在2024财政年逐步增长 该集团也正和外国客户洽谈 或许将带来潜在的订单 无论如何 行家还是维持2024至2026财政年的净利预测 目标价保持在71仙 同时维持卖出评级 门店增加让MyNews控股转亏为盈 2023财政年第四季净赚94万令吉 全年净亏缩窄到1100万令吉 好过大马驼行的预期 行家表示 末季新增6家门店加上更好的产品组合 将转幅推高至36.5% 虽然当前消费情绪依旧放缓 不过该集团预料通过减少食品加工中心的损失 和稀有便利店达成收支平衡 继续拓宽领利 MyNews控股目前拥有610家店铺 并打算在2024财政年再开100家新店 由于盈利转好 行家江明后财政年的净利预测调高 同时上调评级至买入 目标价也同样上调到84仙 再看下一个股项 勇旺信贷前9个月的净利报3亿令吉 符合新业投往研究预期 分别达到全年预测的73% 物品融资和个人融资业务增长 让应收账款按年增加12% 高过今年10%的目标 行家认为永旺信贷更好的营销活动 信用评估入职培训将提高 应收账款持续上升 而且该公司正转向高信用的客户群体 认为未来的信贷成本将稳定在3%至4之间 行家维持尽力预测和迈入评级 目标价则保持在7令吉